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有长期跟我们黄老师赛块 好困难喔 所以第一名是金牛座的郎上说起来 他说你啦 你跟我说他 他说他自己啦 我说你啦 你也没有手 他没有90好不好 你还没有90 对对 你还好 周欣玲当众侮辱唐利吉 一阵全江舍战 我就是啊 周欣玲叫大野狼想快吃掉 唐利吉 小猪叫野狼想快吃掉 大猪 野狼会说 可是我比较想吃野狼 因为你看起来更肥更好 比较小看猪的力量 他要吃起来也很恐怖 所以黄老师属于 善争 攻击性 唐利吉的真名天子 竟然是钱的门 他老师可以封销到什么程度 对吧 这样子的 有一个圣殿老师说 我的真名天子六十四圈 真的假的 所以你是不得不留的就对了 明年就到了很快 你定名又逢死了 很快 明年 很快就有了 所以你明年就到了 而且不知道 因为他第二十四圈的真名天子 对来根本是钱霸 因为钱霸也曾经也想说好赢了 对 他终于找到最一样的场地 其实我让你飞来飞 好啊 但是你要慢慢等 你老来风骚的指数有多高呢 最近你的感情 会有什么惊喜出现 不要错过了 马上来欢迎我们去的两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呢 欢迎我们的钱德们钱霸 你好 各位好 大家辛苦了 谢谢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老师 太好了 再来欢迎大家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就是你 耶 好 各位好朋友好 你又来了 也好开心 好漂亮 两位今天一起来 有一个重要任务要告诉我们 有新节目一起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呢 其实是一个关心引法族的节目 就对了 是在Momo姐姐姐兴趣的那一台 对 然后呢就是希望啊 一些引法族啊可以真的很快乐啊 然后呢 乐活120这样子 对 我们要来喊个片头 好嘞 来 准备去 乐活120 富爷 帮妹 活气 吃肉 耶 谢谢大家给我们机会 麻烦 我们呢背了很久 终于呢今天讲对了 对对对对 完全全全 里面其实都是在关心引法族的一些身体健康 对 所以在两个人主持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代沟吗 哎哟 说到代沟呢 钱马你跟大家讲你觉得宅男是什么 刚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宅 宅男这个字 我在想这么样一个有教育性 这么样有一个就是对引法族这么好的一个 怎么有宅男呢 对 其实是我误会了 我把宅男当成是 The Cold Boy The Play Boy 我以为是宅男 以为是是叫到家里面来 或是有些什么特别的服务 对 叫宅男 就一口就来了 所以他很想问说那有没有宅女 这样子 有 有 然后比如说啊 在这个节目里头 我们会教比如说引法族啊 怎么认识年轻人的用语 比如说ORZ 就是五体投地 然后前爸很厉害喔 前爸刚开始啊 连MSN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去学 刚开始手还有点发抖 然后现在已经有自己的部落格 太厉害了 所以等一下好好来问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两代的这些那个沟通 常常年轻人都会说 哎呦 你这个老环燈 你是听了吗 我在说什么 所以呢 唐老师今天要针对这一题呢 因为这个唐老师最会分析 老环燈星座啦 因为长期跟我们黄老师在一块 好过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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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名是金牛座的王上 做起来的 妳知道妳老环燈啦 她说妳啦 妳跟我说我 她说她自己啦 不说妳啦 好... 妳也会说我 不是... 我是看我看看 老环燈喔 当然是看太阳跟火星啦 老了以后变得怪怪的 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咧 那现场呢 前霸是天秤座 那但是呢 火星是在双子座 那这个黄老师呢 是金牛 火星在双鱼 那舒伟老师呢 太阳火星都是天秤 所以谁欢呢 两个都上榜 妳一定很欢 所以这是针对男生 对不对 当然... 好恭喜喔 帮我泡杯咖啡 太阳了 天啊 还没... 还没... 只是看是第几名而已 好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摩羯座的人 有可能是老环燈喔 怎样燈 其实摩羯座的人 多半都是怪叔叔啦 對啊 或者是... 不要紧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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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紧张啦 很紧张啦 看看你有沒有紧张 不要紧张啦 不要紧张啦 慢慢來... 慢慢來 我把它改掉 慢慢來 因為他們其實個性 還滿执著的 然後他們比較隐性一點 年輕的時候可能 比較不得知 可是年紀大了以後呢 他可能有一點地位 有一點身分了 他的要求就越來越多了 我舉幾個例子嘛 李國修啊 我講的正要就是他 完全正確 你是國修老師嗎 你是國修老師嗎 你的老師 國修老師 我們的老師 他放不下這個米爐啊 不要不要我要這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施明德也是我姐做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現場沒有 那就是... 處女座 處女座是那種 本來就很另類的人 對啊 對啊 他就很宅量到老了 就完全就環燈去 對... 年輕的時候太緊繃了 對啊 年紀大了就冷了 就鬆了 比如說陶大偉 對 開心得不得了 他覺得年輕的時候 扛太多責任啊 做什麼事情都要揮揮揮揮啊 性格裡面 年輕人那一面呢 還要裝得很老成啊 現在終於可以把 夜舞劇人那一面 全部露出來了 就會發現他們很調皮的一面 陶大偉啊 對 他大概我們從小也去長大 是 從小 告訴我 對不起大偉啊 David 我不是故意講你的隱私 他從大概初二就開始把妞了 他那時候會彈吉他 對啊 Are you long soon tonight 就這樣開始彈 很浪漫 我的天啊 那個女孩都漂亮得不得了 我們就在旁邊就乾乾 到現在這個年紀 他女孩很多女生喜歡了 真的 他還在把妞啊 他不是在把妞 就是他的個人魅力 會讓女孩子會很喜歡 他有一種漂白的感覺對不對 對 風流倜傥 你更不要說那個孫芸芸的爸爸了 有有有 厲害喔 好 第三名喔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這個也是怪叔叔 水瓶 水瓶 對 你本來就怪怪的 對 真的 嗯 曹西萍怪不怪 欸 喔 我其實覺得你很 心潮啦 對 可是你怕他吹巷子 對 可是你又老玩對不對 你把他加入到老人的行列裡頭 你會被逼到 重點就在這裡 如果他老的話 對 因為他現在還沒 還沒練習 你們把這個老是定在幾歲以後 會不會是老的 呃 呃 90歲 好 好 漂亮 謝謝 好 呃 水瓶座本來就有那種放開來的感覺 到了老了以後 那就更是肆無忌憚 嗯 以前他們都是老二哲學嘛 對 因為人生要平平穩穩的過 他們有平淡的那一面 但是 他們抓狂起來 或者是他受盡委屈的話 那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對 他就是 如果是女兒就是破夫媽接了 對 如果是男的就是心態不平衡啊 或者是他常常會撈撈刀刀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二名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射手 射手 對 這個是 永遠的青少年 永遠的闖獲金 你永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做出什麼事來 當然我們也常常說 牡羊座是闖獲金或怎麼樣 但是至少他們有一個方向感 但是射手不一樣 太陽射手的人是 他比較隨心所欲 他比較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碰到什麼就試試看 所以這些人呢 譬如說可能年紀大到一大把了 他可能還要跟你講說他要流浪 對 年紀大了一大把 牡羊座會說那我就定下來好了 可是射手座卻說我要去流浪 還是流浪 或者是開始把自己打扮得跟飛仔一樣 因為是他從小的夢想 然後騎著摩托車環島 也不知道自己一把老骨頭已經幾歲了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對不起 這個最會老骨頭的是誰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恭喜妳 恭喜妳 真的真的要甩掉嗎 妳真的很棒 對啊 妳是老骨頭 我還沒有90好不好 妳還沒有90 對 妳還好 妳還好 所以就已經這樣啊 而且他真的是老骨頭 他還講說我還沒有90好不好 很老骨頭 沒錯 他們也是我行我素行的 如果他們有責任感還好一點 有一天他想通了 可能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也不一定 不會吧 我舉幾個例子 黃又齋 真的好例子 對啊 他真的等到新加坡去 對 或者是另外一個就是高林峰高道哥 對 他也還是很願意招風賣傻啊 或者是把自己弄得滿奇怪的啊 然後讓自己非常的藝人 那當然這也是他們心態啦 放得很開 放得很鬆 他覺得人生不過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坐雲霄飛車 他已經處就是太難了 所以對他來說根本沒有什麼嚇得了他 所以任何瘋狂行徑都有可能做得出來 好 所以你隨時聽到他們 很奇怪的很特別的消息 也不用想太多 因為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太多 好 太陽上身落在這五個星座 都有老環Den的嫌疑喔 我沒有 耶 恭喜你 謝謝 恭喜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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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挺著 你不要亂 不是 因為前爸 剛剛這個星移就有講 這個前爸有部落格 我想問一下在座 有沒有部落格的舉手 有 你看 唐老師有 黃老師 你有部落格 你還幫我做的啊 你自己有上去回信嗎 當然有啊 但整個是我的助理幫我架構起來 黃老師 你會打電腦 電腦 當然會啊 我以前從打字機開始那個時代 我就會打了 可是你台灣國語那麼嚴重 你會不會輸入注音有點困難 有時候會 有沒有聽說 吳彥珍有一次很氣說 我做啊... 為什麼我這個電腦 我這個打不出來 然後兒子就說 你要打什麼 他說 退啊... 結果他說 不是 是 難怪我打不出來 不是 退啊... 退啊... 退休啊 我那頭 我有聽過小學老師耶 江國語的耶 故人不必啊 所以你看其他都有這個部落格 這個MSN應該也有吧 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錢把你有MSN 有暱稱嗎 這個是副爺 副爺 因為這個節目的關係 所以那個 莫莫親自台就幫我用了一個 豐富的副 富有的副 副爺這個副 聽說我已經將近有一千位了 哇 很厲害喔 我跟幫妹... 才架構沒多久 所以還蠻厲害的 真的很帥 所以你看其實現在啊 有很多那個老人渣啊 其實自己都會上網來看一下 他們很怕自己退步 所以都會跟人家MSN 上網聊天 什麼都有 所以是不是趕快問一下 我們的高老師呢 從我們開始測驗 大家趕快來測試看看 自己呢 老來風燒 今天想測驗呢 我們就進入你的潛衣室 我們測驗一下 你老來風燒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題目 它說呢 那如果呢 在森林裡面有一隻大肥豬 對 然後再來一隻小豬 再來還有一隻野狼 對 你會編哪一個故事呢 有四個故事讓你編 第一個故事呢 就是兩隻豬勇敢地逃跑了 對 跑掉了 好 因為怕被野狼吃掉嘛 對不對 第二個呢 小豬叫野狼 趕快把那隻大肥豬給吃掉 對 OK 這是你編的故事 第三個呢 就是兩隻豬把野狼給剋掉了 對 合力把它吃了 那第四個故事呢 他們三個人呢 成為好朋友 我們是誰 對 來 錢爸你會想編什麼故事 我是發自於內心的 我剛才你們沒有講之前 我就看了一遍 我比較喜歡第四 變成好朋友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對 真的好 真的好 那這個欣寧呢 我啊 就是啊 鍾欣寧叫 小豬叫野狼 趕快吃掉 大豬 野狼 真的 野狼會說 可是我比較想吃你 因為你看起來更肥更好 因為我覺得第二次的論有中醫化的 感覺救我老的會很風騷啊 霍露是你呢 我想我應該是三 三 把打擊壞人 打隻豬還野狼給吃掉了 OK 好來 唐老師你呢 我也覺得是三 三 不要小看豬的理念 他要吃起來也很恐怖 對 所以唐老師屬於的 唐老師屬於 山豬 攻擊性 而且是女生的 對 比較有攻擊性 OK 好來 十五位老師 我們選兩隻豬勇敢逃跑 好正面喔你 對啊 真的很正面 這標準故事 對 我是二耶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啊 數位老師選的啊 就是兩個豬勇敢地逃跑了 我們看一下 數位老師或是你呢 老風騷的主數到底有多高 來看啊 好 一般一般 絕五十啊 其實這類型的人 就是屬於色大膽小 色大膽小怕狗咬 對 他非常的希望自己在老的時候呢 能夠整個就射起來 可是呢膽子又很小 怕碰到些人跳 所以呢 他最多就眼神啊 可以偷瞄一下 比如說胸部比較大的 他可以偷看一下 或者說呢 在言語上呢 稍微挑釁一點 他這樣子回家 就覺得非常的滿足了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單呢 你就有一半的機會了 是 還有一個 那時候體力可能也不太好 你不要講體力這個事情 你當面在誤入我 怎麼可以這樣 那個我自己 好 自己自己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爸選的 第四個 他們成為好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前爸或是你呢 你們的老風騷的指數到底有多高 百分之二十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百分之百吧 真的 好準 其實這類型的人 你們很怕那個老來 就是臨老入花蟲啊 得到不好的名聲 所以你們在老的時候呢 會希望自己是一個非常 讓人敬重的老者啊 所以呢 你就四平八穩 把自己做得非常好啊 大家都很希望 我從你這邊求得很多的智慧了 對 所以你高老師對不對 對 準 表面上我是選擇平安 對 是和平 可是事實上 太太 我現在講不要介意 我沒有行動 其實我有的時候在家裡 在想 我這個年齡 要再來一次戀愛會怎麼樣 對 我有想過 沒有想過是誰 沒有 好敢問喔你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想過就是 心裡面的那個人 呃 以前我是比較喜歡 很艷 美艷型 艷麗型 艷麗型 吹台青那種 現在我比較 現在我比較喜歡稍微 肉肉型的 小加碧玉型 小加碧玉型的 對 不能講肉肉型 我跟我孫女已經相處了快半年 你可以講 OK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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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那麼瘦 對啊 大家都會看得出來 王家姐 我心疼 差多少 對啊 不會不會 所以還有20% 只有在腦子裡想一想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鍾心靈 還有我們的家切 加油 風燒指數 趕快吃大豬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位呢 他們老的時候 風燒指數到底有多高 來看一下 小燒指數 對 對 我們會風燒 對 我們會風燒 對 因為老了要去夜店玩 對 然後看到 然後看到椅子要這樣子 對 然後老了說 我們還可以去 我來的 好 我家姐姐 你真的沒想到怎麼演 難得應該看到這種 好 90% 對 我們好風燒 看到就上 哎呀 真的好 所以你們這類型的人 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還蠻ㄍㄍ的 就是嘴巴說說而已 可是你們都不敢 有任何的行動啊 永遠保持那嫌棄 倆母的形象 希望好好的 能夠戀愛 能夠結婚 能夠生子 這是你們最大的希望 不過到老的時候 因為你們的壓抑太久了 一次就爆發出來了 所以觀眾朋友選 這個答案呢 如果在多年以後 我看到他們兩個在夜店的話 請問不要覺得很奇怪了 哦 90歲 90歲以後打電話給我 如果我在 那我要打去哪裡啊 那我部落格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黃老師跟我們的唐老師選的 來了來了 難吃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位老風燒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100% 看一下更高 天啊 天啊 你們兩個 我以為我跟黃家添淫啊 對啊 好好是可以風燒到什麼程度啊 這樣子的 有一個聖明老師說 我的真命天只64歲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所以你是不得不留的就對了 對 明年就到了很快了 所以你明年就到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知道 因為他64歲的真命天子 就會來 該不會是前霸吧 因為前霸也真的 明明的想說紅了 對啊 終於找到最像的彈力節目 在我露裡飛來飛去 好啊 但是你要慢慢等喔 要等到64歲 好啊 一定等得到你安 我根本覺得他在騙人 好啊 怎麼等我64歲啊 這是啊 什麼東西啊 好奇之類的 其實你們骨子裡 就是很風燒的啊 只是你們渾然不知啊 其實有的時候呢 一個眼神 或者說話的口氣啊 其實在那個異性聽來 都覺得 還不錯喔 所以觀眾朋友選 這個答案的時候 你們老的時候呢 你們火候呢 已經更夠了 所以爆發出來的時候 感覺根本就是 一個風燒 對 黃老師 下次弄個龐克頭 你覺得怎麼好 然後 然後弄龐克頭 一定到底去逛菜場 因為菜場都媽媽都很喜歡 哇 好風燒啊 大家都可以看 OK 好啦 這個是到老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有 不一樣的這個 瘋狂行徑 對 那不過回想到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很好奇啊 這個錢法 在工作方面 你覺得最辛苦的 有什麼樣辛苦的經驗 最辛苦一次是拍戲 拍武俠戲 拍外景 我們到嘉義的阿里山去拍 讓我爬到神木的最高頂 往下跳 好啊 然後下面墊了六層到七層的紙皮箱 紙皮箱你知道嗎 紙皮箱 就紙盒 他們叫紙皮箱墊在下面 大概從下午兩點多 我被人家想一點一點推啊 慢慢爬到高的地方 很高耶 就熬到夕陽快西下 我一直不敢跳 導演是用胸的用柔的 我通通不敢跳 最後導演說 那時候就叫我們 錢的門 我們劇組出來一趟花費很大 你如果今天不跳 明天還是要跳 那明天以後的費用 由你來負責 哦 你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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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就跳跳 而且一定要跳 為什麼 那個用倒拍 就是你跳下去以後 撥出來是你表情往上去 我是個武功很高等 跳下來了 終於跳下來了 那那麼高的距離 也不要跳下來就漏鳥 嚇死 對 你怎麼猜得那麼準 真的 很漏鳥 內褲啊 內褲吃得好 真的嚇得好 對啊 那謝玲玲呢 吳晃啊 我有跳過鋼絲耶 你有跳過鋼絲 鋼絲斷了嗎 你很過分 你為什麼... 你剛剛問什麼 鋼絲斷了嗎 應該是用鋼筋的對不對 不要這樣講 在我跳的時候 我都跳到湖裡頭啊 然後我其實很怕 因為我去高正 我根本不敢坐那種 高空彈跳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 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 然後發現一看過去啊 他有八個狀態在幫我拉 就是這樣 我是有那麼重嗎 然後我就不敢跳 因為想說好緊張 我第一次掉鋼絲 我就覺得怕那個鋼絲啊 不保險或幹嘛 就這時候呢 一個很有名的燈光師牛哥 他講話很簡單 就說 紅豬 你不要怕啦 這個鋼絲之前 吊牛的啦 只是聽說 吊牛的比比較緊張 我就覺得 可是真的跳那一張鬧 我真的可以感覺到情報 我那個沒有 其實大概三層樓高而已 我就真的有一種 心臟飛起來 然後尿要往下衝的感覺 對啊 那個是會很緊張的 就很緊張的 那時候就會覺得有點苦 所以真的回想到以前這個工作啊什麼 你都會覺得說很辛苦 對 對不對 所以可能希望可以到老的時候呢 我們因為之前的一項的經驗 平常的訓練 可以讓自己變老當益壯 身體非常的強壯 所以這邊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要重新再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啦 我們看太陽火星啦 好 我們先來看性能力好不好 好 性能力呢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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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 對 我們反正個人高興才那麼厲害 你也太風騷了吧 你皇家見 來…你今天要有個影子進來嘛 阿姨 你也要有痕跡 對 那再一次… 好… 第三個呢 是 水瓶座 好… 這些… 我更討厭 你真的好討厭 我這樣有鋪陳喔 有… 我從這樣默默的 然後他整個開心起來這樣 對… 你看… 看他心中眼睛也很愛 好啦 性對金牛座來說 是一種人生不可或缺的樂趣 是嗎 跟吃飯也有 我很謙虛 很謙虛 所以他們開發得早 然後也還滿… 對這方面的事情很熱衷啦 我們先不說他把妹功力 有的金牛座把妹功力也很高 但是他們高在很含蓄 所以不算太高 我就把它列在性能力還滿強的 也就是說他性智勃勃的時候 還滿可愛的 對… 那至於摩羯座 請不要小看他 他們有在練身體 而且呢 對他來說 他的慾望是無窮盡的 比如說年輕的時候 可能還比較害羞啦 可是如果事業成功了以後呢 他就立志 環肥燕瘦 通通要長片 唉唷… 他懷有這樣的夢想啦 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可以的話 那真的搞不好三七四七啦 或者是只要出去就有機會 跟這邊的小老婆 那邊的小老婆碰碰麵等等 力氣是很夠的 趕快… 趕快給月傑打電話 趕快給月傑打電話 交小心一點就對了 對… 真的齁 第三個呢是水瓶座 水瓶座沒什麼啦 他們就是緋聞特別多 到老了啦 不是對你啊 什麼不是對我 緋聞嘛 我每天可以扮演不一樣的角色 喔 角色扮演 好啊 因為我們來看 今天扮大象明天扮季了 不一樣的角色 你可以想像一下 李佩旭火星在水瓶 喔 還有洪喜德啊 火星在水瓶啊 那個水瓶也很強啊等等 這些人其實 我想他們應該都永遠不會放棄自己吧 展現男性魅力的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 賺錢能力 這個就務實很多了 是 太陽火星如露到了 巨蟹座 還有錢霸的天蠍座 還有天蠍座 對 三個星座呢都很認真在賺錢 巨蟹的人呢 就是一定要賺到全家都溫飽 他才甘願放下這個重擔 那當然他們的標準有時候很高 因為可能他 他能照顧他的家族 他就照顧全家族 能不能就看在此一舉啦 所以其實很多巨蟹座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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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見得是第一名 但是他們絕對是鴨子滑水的 那種潛在潛力股 是地方的小惡霸 好 那如果是天蠍座的話呢 主要是他們為了想要過未來的悠閒生活 現在就必須很努力 可是他們的悠閒生活永遠沒有來 他們就一直在努力 勞碌命 真的是勞碌命 而且有時候給他找到他有興趣的事情 他會很執著 錢霸太多別的心在干擾你了 對 不然這個會讓你很厲害 像劉德華也是天秤座 就是他可以一直賺錢一直賺錢 而且體力好像永不衰退 奇怪 你為什麼那麼多事情才搭掉你 年輕照片拿這個 好帥 你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大學的時候 而且錢爸是不是正大呢 大二是吧 大二 對 錢爸這是你年輕的時候 這是我兒子 真的 這也很快 哇 早的時候會把手機留給你 而且你要留到64歲 對 對 好 那至於天蠍座的人呢 都非常的有生意眼光 而且相當的有毅力 他要做到的事 他要非做到不可 所以通常到了年紀一大把的時候 他已經算是不錯的企業家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走保守路線 所以到後來那個功力十足 後座力十足 而且他們都是隱身在幕後 偷偷轉你都不曉得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把妹功力 這個才厲害好不好 好 太陽火星如果落到了 母羊座 落到了 處女座 落到了黃老師的上榜 終於做了 對 就這兩項最好 性能力跟把妹能力 對 可是都用了 因為為什麼 不能用 我告訴你喔 牡羊座的把妹功力是一流的喔 因為他們隱身在非常正派的面具之下 行把妹就是 黃紫嬌啊 故事輪啊 喔 是不是都是一副 我是大哥哥 對 照你 照顧你啊 乾妹妹一大堆 最後到底那個曖昧來曖昧去 最後女生愛上她 她還一副那種 你怎麼會愛上我的樣子 至於處女座的人 你不要看她 就是一副很忠厚老實的樣子 其實處女座是非常花心的 剛剛不是說陶大尾嗎 對 年輕就會吧 年紀大更會吧 到現在 還是一樣 孫嬪嬪的老爸 你最好用 好 你最好用 真的你最好用 雙魚座 王佑蓁也最好用 那自己想像就好了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啊 沒什麼好的意思 這個 海洋火星如果落到了 雙子座 那現在要簽你 私子座 我老實 私子座 我們說的是 男生 好險 不然私子座就搶到我自己 對 錢爸的火星就是在雙子座 其實我覺得雙子座有幾種狀況 第一 你的火星在這裡 為什麼沒什麼好說呢 第一 我覺得很多雙子座很低調 老實說 他覺得講出來也沒有什麼啦 因為老實說 有些場面如果沒有搞好 也是自己的錯 對 那如果是自己的錯 那還拿出來講 這不是給人家看笑話嗎 對 所以就會用那種閃抖的方法就是 最好你不要看到我 沒有關係 他反而不會去凸顯他自己 那至於獅子座呢 他們也會覺得 過去有一些事情滿丟臉的 而且其實很多獅子座 他最後總清算自己的一生 他其實是不滿意的 他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他卻沒有更好 學習症 對 對 當初他可以怎麼樣 可是他卻沒有怎麼樣 所以其實你要他評價他自己 當然他會逞強 可是說真的 如果有一天他酒後吐針言 他會覺得 他會很認真的告訴你 他覺得他是沒用的人 哪天我一定要把先生灌醉的 要好好跟我談一下 要娶我女兒啊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會裝開心啦 其實心裡有很多的苦 那至於這個射手座呢 更不要說了 有很多事情呢 就是他的任性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一種 莫名其妙的一些麻煩事 所以搞出很多不明慾啦 或者是狀況很多的事情 所以射手座的人呢 就算混混混混混混混 混到後來有一點小成績 老實說真的小成績 也不能跟人家比 因為其實他自己本身也有點看淡 比如說有的人會賺錢啊 一定要開公司啦 射手是屬於理想型夢想型 有時候理想達不到 那他就放逐山林好了 所以你問他有什麼 他會告訴你他無所謂 所以這些人可能也覺得 老了沒什麼好說的 他就是當他自己開心的老環丁就好了 所以太陽火星 羅來十二星座的人 各自有老當益壯的部分 大家參考看看 好 那我想因為剛剛之前啊 這個前爸就有講說 有這個開計程車的那段期間 是 是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那一陣子通告少 通告少家母也正好不舒服住院 所以在支出方面就比較要大一點 那我那時候開小黃還算好 很好開 那時候一個月可以賺多少 我可以淨存 淨賺五六萬塊錢 正好把家母醫院的錢通通擺平 因為他老人家有請特別護士在旁邊照顧 還不錯 老天爺真的給了我這個機會 自己年紀越大 越遠會 我不要說感恩 太肉麻 我很感激 感激老天爺對我這種安排 剛才唐小姐說的 是唐老師嗎 對 唐老師 剛才美麗的唐小姐說過 說我這一生是高低 通通有 我低 希望已經過了 拜託老天爺 不要再讓我帶低了 有些人其實在工作上 沒有那麼順遂 可是有些人 其實就因為可能個性使然 很多人幫忙 你的工作就會非常順利 到底是什麼樣 手面相特徵的人會 我們想用手面相來分析 妳在職場上總是得意 我想職場上總是得意 一定表示跟妳的努力有關 跟妳的才華 還有妳的人際關係 各方面都有關 當然現在呢 我們是用人相來分 我把它分成三種 一個是因為妳的長官的提拔 一種是因為部署的相庭 還有一種是同儕的相助 我把它分成三項 事實上呢 一個職場得意的人 應該三項沒有差太遠 妳能夠得到長相的提拔 通常部署也蠻挺妳的 很難去區分說完全不同 我只是把它特色 其實這個我剛剛講過 這三項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是我把它特色呢 特別是長官提拔的這種特色是什麼呢 我把它提出兩項特色來 第一個就是要耳朵高 先說一下什麼叫耳朵高 耳朵的上緣要跟眉毛 不一定要超出來 超出來這是非常難的 跟它有一樣高 就算是耳朵高 因為耳朵高為什麼要有提拔 另一方面也是它本身的志氣高 它做事情很努力很積極主動 不會退縮 那當然人家就欣賞它了 第二項特色是鼻梁挺 鼻梁挺 鼻梁挺的話 表示他做事情有始有終 他上級交代的工作 總是會失敗 但是失敗了他能夠再站起來 更努力做得更好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有這兩項特色的人 他可以得到長官的提拔 我們其實再看一下 部屬的鄉挺 相對的現在是他的 部下 部下挺他或者支持他 這個部屬鄉挺有什麼呢 我也把它列出兩項特色來 第一個是下巴要關後 表示你會體諒部下 帶動部下 照顧部下 所以部下當然就是挺你了 這當然就是跟彼此是 你的對性 你的努力 跟你的命運 應該彼此有關的 另外一項呢 就是這邊講的嘴大唇厚 嘴巴大嘴唇厚 領導力夠 就是因為如果領導人家 人家要聽你的 有些人家是反抗的 你憑什麼要領導我 那你如果有這樣的長相 表示他有這種領導力 他說的讓人家心悅沉浮 做的事情有條有理 那人家就是聽他的領導了 對不對 好 同在相助的話 就是同事互相幫忙 對 互相平背的也幫你 這樣的話當然你的工作上 人緣就是好了 對 無往不利了 好 是什麼呢 第一個要眉毛長 眉毛長 什麼叫眉毛長呢 眉毛長的意思呢 是指眉毛的後面要 超過眼睛的後面 這叫眉毛長 眉毛長 眉毛代表情感 你表示你有情 各位朋友之間道義相挺 講道義的 你能夠對同儕 或者同事講道義 人家當然也是對你講道義 會幫助你囉 黃老師你好短喔 我知道我很短 對 你看你們 剛才去聽他嘛 你看 對 我是不是 我們有相挺他嗎 沒有 這一題好準 對 你原諒他啦 他就12歲 才會找到珍妮的意思 對 所以心情不好 對 心情不好 對 心情不好 你不要糾正他 提走到那邊 雖然也不錯 好 還有一項 就是要牙齒要整齊 好 我們對你牙齒整齊 牙齒整齊 牙齒整齊 表示說他不會去寫是非 高老師也是一樣 因為同事們之間最怕的 就是講八卦 要牙齒整齊 在背後人家講怎麼樣 我會講這樣 沒有了 沒有了 你腳增過了沒有 我沒有腳增 那這樣不錯 那這樣不錯 我腳增過的 神經 好啦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不惹是非 當然人際關係就好 朋友對你就不錯了 這就是湘婷 好 那我們這幾項 可以請各位做參考 OK 好 老師 當然也希望這個工作上面 順順利利啊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的書偉老師 要從我們的塔羅占卜裡面呢 就告訴大家 在2008下半年工作運 會出運的 讚 好緊張耶 來 今年下半年 你的工作運勢 到底如何呢 我們在這邊呢 來看看 來看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握啦 這裡有四張牌 你可以閉上眼睛喔 要好好的冥想一下 因為是未來的半年喔 我的下半年 工作運勢會如何 好 一 二 三 四張牌 選一張 來 錢爸先選一張 我真的是聽話 我已經閉上眼睛 三號 三號 好 來 欣玲 一號 這個好難喔 洪老師 四號 四號 唐老師 二號 唐老師 那個高老師 我也是二號 你是二號 你咧 我也是二號 三號有人選嗎 我 三號前爸選 四號有人選 如果呢 你選到的是第二張牌的話 你下半年的運氣如何呢 工作運如何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牌 謝謝 一個呢 很像是一個修行的人 對 在那邊閉目養神 在打坐 在冥想耶 你的工作運怎麼樣 撐著點 年底渴望攀升 這代表說 信心 然後耐心 跟毅力 都很重要啦 那這時候呢 就也是要以盡自動喔 如果你現在 有一些新的計畫 在展開的話 你要注意 你的專業能力 也很重要喔 這一段時間呢 很多事情 都要做正確的抉擇 那這樣子 你爬起來的速度 就會比較快 在這個狀況裡面呢 你大概要等待 三個月 到六個月的時間 你會看到 那個契機展現出來 是 滿快的喔 三個月到六個月 那我們來看 如果觀眾朋友 你跟黃老師一樣 選到第四張的話 四張的 對 這張牌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個 山劍 然後這個山上的泉水 都集合在一起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看 好好的感覺 這一張牌叫做 只插臨門的一角 但是這樣子的人呢 這樣子的朋友 你如果身邊 真的有很多貴人 在幫忙你 比方說你現在要創業啦 你要開公司啦 還是你自己要開店啦 朋友在幫你的時候 你自己要非常的積極喔 展現出你有那個魄力 有那個經營的能力 然後讓朋友覺得 我把錢砸在你身上啊 值得 是一個對的選擇 是值得的 好 OK 那如果 我們要先看心靈的 還是先看錢霸的 隨便 先看... 錢霸的 先看錢霸的 你的心靈是比較容易緊張 OK 讓你再多緊張一點 真的 多問 我會把你老公講過來喔 所以我判得到 如果呢 你跟錢霸選的是一樣的話 那這張牌 你看一隻蛇 但是這隻蛇 沒有頭沒有尾 他的嘴巴 把他自己的尾巴咬住了 他代表一個循環 這張牌它是一個轉利點 這個代表什麼呢 顛峰已過 然後你要謹慎的面對眼 喔 這裡喔 他其實有兩個狀況喔 有一種人呢 是你的上半年 你經歷的是 一個非常好的狀況 就是很多事情都很順利啊 然後很多事情呢 都感覺起來喔 都是事半功倍 然後呢 很多事情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達成了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朋友的話呢 你就要注意 你現在是剛好在那個巔峰上 是在巔峰的封頂 準備要往下走了 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呢 你現在呢 是有在做生意啦 或者是說 比方說等待資金的到位 等待貴人的來臨 等待一些困難的解除 等待一些 比方說 你找到一些得利的幫手啊 給你來幫你的忙的人 抽到這張牌的話 那恭喜你啦 你的這些資金啊 貴人啊 得利的部署啦 就即將要出現了 轉利點 好 OK 那如果說呢 你跟我們超會緊張的心靈 一樣選到了第一張牌 漂亮 那下半年的工作宴 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棒 一個草地上 然後冒出了很多的香菇味 恭喜啊 如果你選到這一張牌的話呢 代表 你已經是在一個好運 的狀態就在了 很棒 那麼厲害 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事業上就如日中天啦 機會很多 如果是你開店 做生意 做老闆的話呢 那現在也正是一個 賺很多錢的時候 但是你要注意喔 現在你賺很多錢的時候 可能你在想 那我接下來 我是不是要多砸一點錢 去擴大我的規模 其實這個時候你可以且慢 等等 因為這個時候 你以你目前的規模來講 你就可以賺到很多錢喔 你暫時可以不需要再花錢 這個時候是收割 代表你的前半年是 有努力 有經營啦 有耕耘 現在是把錢收到口袋裡面來的時候 恭喜你 你現在正在事業的頂峰上了 好棒 好棒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我要去看寫真集了 那你可能就會從天空跑到 土地下 好棒 好棒 剛剛講到這個工作運啊 其實我們講到這個 工作上面的成功 也是之前的努力對不對 所以會讓人家這個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他可能在這一方面 他就會羨慕你 然後自己就讓這個 自嘆不如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要問一下我們的高老師 要從我們開始想測驗 就可以知道 在職場上面呢 你到底是在哪一方 好期待的都在重臨中呢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 也許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今天此上測驗呢 我們進入了潛意識 我們測驗一下 你在職場上 令人自嘆不如的 到底是什麼強項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題目就可以知道了 你參加目前最受歡迎的 御幻團 御幻團 OK 好 就是把你的一樣東西 不要的東西給人家換 對 就是異物 異物 好 那這個 所以 所以呢 你要用你的這個爛手機 對 要換哪一個東西呢 我們有四個東西 讓你換 第一個東西呢 就是小一號的T-shirt 對 你瘦了就可以穿 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一堆沒有對過的發票 對啊 說不定 搞不好裡面會有兩百萬 對 也許也是沒有 那第三個呢 就是超偏遠的廉價賓館住宿券 可以去度個假 那第四個呢 就是明天就要過幾個水餃 要趕快吃 對 去想一下 因為你的是舊手機嘛 嗯 來 而且是爛手機 對 這個前方 你會選哪一個 唐小姐 我應該選哪一個 對 我們一起選四 沒有關係啊 選四 爺爺 你不能跟他一起選 他很容易餓耶 沒有關係 沒事 明天就要過七的水餃 而且他馬上就吃完了 心靈靈呢 趁熱吃 我是小了一號的T-shirt OK 對 因為我覺得反倒他可以 就是 還可以再利用 對 對 對 來 花老師 我是山 去度個假 正好偏遠地區 爬個山啊 也是賓館 真的髒透了 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是 我的目的就在那邊玩一下 睡個玩一下 OK 好 那唐老師你就是四囉 對啊 過了吃水餃啊 我一定收不下來 買那T-shirt幹嘛 對 輸位老師 我要選三 三 他也是偏遠 真的喔 你們一起去好了 可以爬爬山啊 又有啊 健行 好 我來選一 一樣 小一號的T-shirt 第二個都沒有人選 大家都不要發票 如果觀眾朋友 你選這個單 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職場上 令人自嘆不如的 到底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你讓人自嘆不如 是馬屁的功力 其實這類型的人 他非常擅長 就是真的也說瞎話 他覺得說 只要說一些好聽的話 讓大家很開心 那不是很好嗎 其實他內心是發自內心的 覺得說 我是好心的 我希望整個氣氛很好 可是在別人面前 覺得會說 你這個人很愛拍馬屁啊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單 你的馬屁功力呢 會讓你的喪失 你的同事 都非常地喜歡你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個 過期的水餃 跟我們錢爸 跟我們唐老師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在職場上 令人自嘆不如的 到底是什麼呢 趕快看 恭喜你 是工作很努力喔 真的 其實這類型的人 是屬於腳踏實地行道 就是一個勞碌你 對 非常的辛苦喔 他覺得說充實自己呢 會在專業上 讓自己更有實力呢 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喔 所以各種在專業上的挑戰 他覺得說是一個勝利喔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單 你的工作努力呢 但是職場上令人自嘆不如的啦 真的 說真的 不是我自誇 連化妝師都這樣說 他說 唐老師 妳真是我見過最認真的老師了 唐老師也是真的非常認真 對 他便當一來就跑更快 不是這一種好不好 我都會帶課本 會帶我的便當 對... 帶書 真的 好認真 你怎麼擺 大家得罪的這個樣子 真的不是 因為他說把他的便當折工 對... 觀眾一定不曉得其實 笑最大聲是外場 你還笑得很豪邁 到底是嗎 對啊 怎麼笑 為什麼 可是我們 所以我今天來對 沒有吃便當 都委屈喔 趕快是要的啦 是真的很努力啊 對 我們來看一下黃老師 跟我們的數位老師 會選擇偏遠的住宿卷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位男生 或是觀眾朋友 你們在職場上 令人自嘆不如的 到底是什麼呢 來看 恭喜你們是過人的體力 原來如此 真的 那為哪裡啊 只有這種強項 你怎麼偏遠可以爬山啊 好 其實這類型人 是很老牛耐超型的 其實你們體力過人啊 其實你們不會容易累 然後你們自己呢 其實把自己身體保養得很好啊 所以在工作上呢 我們已經累得要命的時候 你們還是一樣精神抖手啊 所以各位同學 這班真的很不錯啊 平常就有在保養 體力好 有時候錄影一天下來 我們年輕人 已經在那邊打哈欠了 對 黃老師還是OK 是 真的 真的 真的啊 你不要告訴我 黃老師有搭配 你不要告訴我上完節目 你是睡在上面的槓桿上 而且 你們這個節目 老師亂加我不輸你了 好 我們來支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佳謙跟我們的心靈選的 來看一下小一號的T恤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位 或是觀眾朋友 你們在職場上令人自嘆不如的 到底是什麼呢 外型美艷 是 沒錯 才怪啊 是摸魚的實力 沒有吧 黃嘉倩 你不會想到兩個亂的啊 都已經過了對不對 想過一個好的 怎麼會這樣 就是沒有啊 我們在一起相處這麼久 他沒有啊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他有實力啊 你看不出來啊 你看不出來啊 其實錢包我都現場才被子 沒有啦 你年輕啊 這個我相信 多了前一輩子 在年輕 我年輕的時候 詞看兩遍就OK啦 我現在看不是個N遍 那我們這種摸魚的實力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啊 好 其實你們這類型的 非常的聰明啊 就剛開始個新環境的時候 你們非常的認真努力 可是一摸熟了 你們就開始懂得怎麼樣去混了 而且混得大家都渾然不知啊 你們自己還覺得 真的好輕鬆 這樣一整天下來 非常的開心啊 趕快約約去 就下了節目 或是下班之後呢 才是你們真正生活的開始 我一定要講 黃佳謙剛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每一集他都做了一張表 好好的做功課 但是大概四集以後吧 就沒有功課了 沒有還是有做功課 真的喔 我都是記在腦子裡 因為現在越來越熟悉了 對...以前有些題目 其實是真的很必須啊 像那種關落音 我從來沒有關過 我就會去做關落音的功課 好啦 這都是開玩笑的 我想問一下這個心靈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好朋友 都是要結婚啦 對 自己會不會有壓力啊 我自己會不會有壓力喔 我其實... 我以前在看狼姐 趙哥那一輩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哇 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中流砥柱 可是其實我現在已經到了 當初我看他們的年紀的時候 我其實還覺得自己是個小女孩 要不是因為體力啊 或什麼各方面 我覺得年紀越來越增長 所以其實我不大有壓力 但是如果說真的想生小孩的話 其實會有一點點的 壓力對不對 對啊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他們都不太敢結婚的原因是 害怕 對不對 而且少了那份的勇氣 可能就是你有一些愛情的一些宿命 到底有什麼樣的愛情宿命 是圍繞在你身邊呢 你為什麼逃不開呢 今天就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要測的是 你所逃不開的愛情宿命耶 逃不開又是宿命 那你還沒做這一題的測驗之前呢 你可能懵懵懂懂的 你就真的逃不開啦 但是呢 你如果能夠按照我們的指示呢 來加把勁的話呢 你就可能可以避免這樣子的情況喔 我來不及了 這裡 我早一點預先你還可以 我現在根本都來不及了 所以我這一題可以不要選 20年後你還有我 你還有常老師 真的是愛情的宿命啊 我來看一下 OK 這裡有四張牌 來 請專心地選一張牌 這關係著你下半輩子的幸福 四號 四號 先生 我剛才也想講 真的 我不互動你 四號 四號 好 彭老師 一號 一號 彭老師 一號 剛老師 三號 二號 你很怕啦 你很怕啦 你們兩個都試著做 都怕死了好不好 你選什麼型 O O型不應該會這樣啊 二號 二號 OK 會 你確定好了嗎 下好離手 確定喔 他這樣講好恐怖喔 下好離手 你已經 你想好了 想好離手 好 二號就二號 所以你要選二號嗎 我選四號 你選四號嗎 好 來 我選三號 好吧 如果 你跟嘉芊一樣選到的是 三號 那你會面臨到的是 宿命是什麼呢 還有 到底是什麼呢 這張牌是什麼呢 OK 你看喔 有一個人魚喔 是一個男生 而且他拿了一個貝殼 給一個女生的人魚 哇 你選的是什麼呢 你呢 總是付出比較多 是 嘉芊辛苦你了 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嘉芊一樣選到 一號的話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那種 虛寒問暖 唠唠叨叨的 老媽子型的啦 你把你的另外一半 會當成是你的小孩啦 那然後呢 為他做這個 為他做那個 打點他生活上很多的事情 他有時候真的像前爸剛才講的 你會把他灌壞了 本來呢 他以前在家裡的時候 他媽媽還會 逼他自己洗碗 可是呢 因為你都幫他洗好了 他現在呢 熱了之後 他開始就把碗留給你洗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你要讓他承擔一些 他自己的責任喔 不要把他灌壞了 關心是有限度的 他如果呢 有一些事情沒有做得很好 該讓他自己去承擔後果 你就要讓他自己去承擔後果 沒錯 OK 好 那如果你跟唐老師跟黃老師一樣選到的是第一張的話 哇 那第一張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一隻在哭泣的人魚兒 而且背上還有九把劍 哎呀 那是什麼 好可憐喔 黃老師還好你已經結婚了 高老師 不是我 他 他 他老師 對 不是我 你要小心一點 好險 這張牌呢 是 你總是人才兩識 哎唷 哎唷 好強喔 哎唷 關於人 師 你應該還蠻高興的吧 人師我OK啦 對不對 才師我很不高興 對 像這樣的人真的壞毛病就是說 那種你越得不到的 你就越想要 他明明你喜歡的就是那種壞男人啊 壞女人型的 他基本上呢 他就不是真心對待你 但是因為你得不到 你就一直想要去得到他 你就想要討他歡心 然後錢啊 然後可能肉體啊 你這樣奉獻給他的之後 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人才兩識 然後在半夜來演面哭泣 像這樣子的朋友呢 我奉勸你喔 其實呢 你真的是有點太執著了 像你選到這張牌的時候呢 當那個人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面是很清楚的 對 高老師 你要相信你的感覺喔 不要被你的情感拖著走 你要相信你的理智 你如果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陷阱 不要真的自己一直往陷阱裡面跳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高老師一樣選到了 是第二張牌的話呢 是什麼呢 應該是還不錯啦 我看看 一個男生的很帥的男的人魚 可是周圍圍繞著兩隻女生 對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逃不開的宿命是什麼呢 總是陷入三角戀情 難怪 這樣我們真的有點困悶 所以我一直講 不要用宿命這兩個字 真的好可怕 你選到三角戀情的這張牌 最嚴重的一種就是 你本身很怕去談戀愛 然後呢 你就想說 反正它是別人的 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分開 所以呢 我就來跟你談談看 反正呢 我預期最後的結果就是 大家就是受傷 所以呢 既然我不能夠對你付出那麼多 我就去選一個 我預知它那個結果 我決定是 絕對是很糟的來談 我沒有想到愛情也會有敢死隊 有 好可怕 好可怕 那最輕微的一種是 你的另外一半是個來者不去的大好人 像這種情況呢 我們就是管嚴一點就好了 OK OK 好 好 如果呢你跟前爸跟心靈一樣選到的是 第四章的話呢 你逃不開的愛情宿命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一顆心上有三把劍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的宿命是什麼呢 戀情總是短暫 是不是 I'm a married cause 12 years 十二年的婚姻了 真的 不過這是第二次 可是其實說真的 我現在這個還蠻穩定的 可是其實之前的戀情都是 都是很短暫 一年半我就差不多 那個到差不多的界限 是真的 對 像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前爸或跟心靈一樣 選到第三張牌的時候 第四張牌 對不起 第四張牌的時候呢 其實在你單身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會有一種 放心寂寞的感覺 對 你就會需要人家陪 然後需要人家跟你在一起 那剛好身邊如果出現一個條件很重要 還不錯的對象呢 那搞不好他又對你稍微獻殷勤了一點 他可能沒有那個意思喔 你就會覺得他是不是喜歡我 然後就自己開始在那邊猜啊猜啊猜 那有時候呢你會是那種 為了談戀愛而談戀愛 覺得身邊每個人都有愛人 我就應該要來找一個 每一個人都結婚了 我也應該要來找個結婚的對象 千萬不要 所以呢 我還好我過了 那個對象不見得是你百分之百真的 喜歡真的想要的 但是你會為了戀愛而去戀愛 為了結婚而去結婚 然後就選擇一個 你覺得你不是百分之百真的喜歡的人喔 是有這樣子的可能 幹嘛不要喔 很受罪喔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OK啊好 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邊要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 大家希望在感情上面 可以甜甜蜜蜜順順利利囉 所以在這邊 最近我的感情 到底會有什麼樣子的驚喜喔 這是好的題目了喔 好的 是指最近這一兩個月 你到底在感情方面有什麼驚喜 那我們字面上呢有五個字 是吉夜合成球 吉夜合成球 請從這五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好 觀眾不用麻煩你一起來測 測一個字呢 看一下最近這一兩個月 你的感情方面有什麼驚喜 好 來 錢包 是 那我就來個和好了 和 好 我是葉 好 唐老師 葉 高老師 和 好 我選成 成 那我來個吉 好 好 就這個球字沒有人選 對 這球字一看到球跟一 就覺得你感覺上很好啊 怎麼沒有人選啊 好 不過我們就從這個字 開始來揭曉 好 好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這一個字的話 到底最近在感情上面 有什麼驚喜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對方求婚 想批嫁衣 對方跟你求婚啦 你本來都沒有想 對方跟你求婚 你本來都沒有想 對方跟你求婚 不是啊 所以他的女朋友主動跟他提耶 要跟他求婚 你也太瞧不起我們三個 就是啊 蘇維老師 我們都沒有人求婚就對了 可是我是舉例好不好 舉完例我就舉你了好不好 你也好好喔 你真的好帥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 蘇維老師選的成 來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成字 跟蘇維老師一樣的話 到底最近在感情方面 有什麼驚喜出現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盛情款款 情意獻身 真的 有人送上了 今天晚上早點回家 他最近都只有一雷二雷 最近呢 對方他自動的 要給他四雷 上升 這是驚喜吧 相當大的驚喜 是 很不錯 是 他體力好 好 下面看一下和 和 是錢德門跟高老師選的 是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到這個和字的話 到底最近在感情方面 有什麼驚喜呢 和的相反就是禮 我們看到答案是 公元洩購 告白交往 你有兩個驚喜 第一個驚喜是洩購 第二個驚喜 對方來跟你告白 所以跟你交往 在一起做朋友 在公元告白 應該是流浪漢白 好 我們看一下 下面是葉 葉是中心靈選的 對 我跟湯老師 湯老師也是喔 好 恭喜囉 先說恭喜囉 最近你在感情方面 有什麼驚喜呢 我們看他答案是 月下相容 暗月得孕 會懷孕 會懷孕 女人勝攻擊 就因為我們長這個樣子 你說我們懷孕了 唉唷 家謙啊 你們就是選了解我 我們很驚喜吧 妳可說他不能不娶妳了吧 我其實從小三就開始懷孕 我前陣子啊 坐公車大概兩個星期前吧 然後又坐在那裡 坐公車啊 等公車 然後又有個女生這樣 然後又浪座給我 她以為我是聽不懂 但是上次 妳要小心一點啦 我是除非自己身子 也不懂 自己身子妳好懂喔 我無所謂 好 那麼這個字是懷孕的驚喜 好 最後還有一個字是急 我選的 我選的 其實是家謙選的 好 觀眾朋友 妳也是選這個急字的話 什麼驚喜呢 最近在感情上面有什麼驚喜呢 我們看 你是對我們懷孕這件事情 覺得太難得了嗎 還是家謙怎麼了 沒有事件發生了 妳怎麼樣 我揭曉嗎 揭曉嗎 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揭曉之前笑成這樣 黃家傑 我那麼認真在期待 我在 我在等驚喜呢 沒有人在等驚喜 你之前先笑的啦 是什麼啦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到底是什麼啦 我知道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請說 行當影之難成正果 妳又回家沒有走 對 沒有 又散步 她老公最近常回加拿大 對 這樣有比較跨心嗎 妳這個是在 在開心什麼啦 因為大家都開心啊 只有妳不開心 而且啊 妳特別開心 對… 而且啊 黃老師寫的這個紙上面 就是下面都有一個 譬如說 球是驚喜求婚 然後是驚喜現身 和是驚喜告白 又是驚喜懷孕 即是驚喜魅勇 沒有 沒有 怎麼會這樣 就這些驚喜都有 哇塞 這是什麼節目 我們什麼時候 每個人心機重成這樣 我們要互相攻擊到這個程度嗎 太可惡了 給各位做參考了 好 那今天節目最後呢 請兩位呢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節目的播出時間 我們的播出時間呢 是在 每個 每個禮拜天的 中午12點到1點 在某某親子台 叫樂火120 對 禮拜六呢 禮拜六有重播 也是中午12點到1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因為真的很適合銀髮組看 對 有時間您就看一下 還不錯 還不錯 是一個預叫於樂的節目 是的 好 節目大家來支持一下 今天再次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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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拜拜 兩個騎士 拿著寶劍 跟一隻蛇 在纏鬥 你的六月份 會發生什麼事呢 什麼呢 小心 車關的意外 怎麼是車關 為什麼 你知道我今年車關 我真的 我今年的車關 真的是多到 我買這台車買了四年來 我從來沒有像今年一樣這樣 那就把車子給賣了吧 不然就把車子給燒了吧 不是 把車給賣了是個不錯的建議 因為我媽媽 我咪比賽 我現在都把車子給賣了 我現在的車子給賣了 我現在是車子給賣了 我現在是車子給賣了